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货之前668 今天678 过了10点 当然过了10点它一一重大了 好 那之前这个地方11月6个年 它就说它这个是一个假突破 那它要整理 确实也整理了一个月 好 那最近这一波 期货从11443推上来 这个卖动它有没有机会 它是一个往上攻击的一个 开始出胜断开始形成 都目前有这个机会了 那个细微的卖动 其实到今天为止结构还算清晰 上礼拜有一个结构比较特殊 特别跟你谈到说它那个结构 它本来一个高点 然后整理一下 推出一点小高点拉回来 我说那个你要把它看成 它是同一组卖动 那是重点 那事实上你看 很多人看到那个东西 好像就以为整个转弱了没有 没有 特别来你看 其货的部分 9月18这个10963是一个段落 这个重要的段落跟快速谈一下 923整理很久 这边破底穿头它是一个讯息 有机会开始推动出生段 有没有1073到11021 拉回来这边10880 有没有它是一个推动 10880就是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推动1073到11021 它是一个推动拉回来 好那到了11675 到了11675那一天11月6号 特别跟你谈我说那种结构长这样 它不会是推动 有没有我说它开始进入整理 这个追上去要 那个一追上去要套一个月 这一个月确实在整理 好整理完之后 头发这整理的过程 当然是去跟你追踪整理的结构 有没有 这个像这个不是在推动下去 然后还有一个VIPO反弹 这你要特别注意 这些关键的价位都跟你特别提示 到那这边推到高点 它会下来 会再下来 有没有 会再下来 好 下来之后呢 它这边越过以后 它又上去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先 它还是会先下一次 它先下来 有没有 这个结构吧 10月28 到这里又紧张了 11462到最后11439 我说你也必须紧张 它就顶多是大区间震荡 而且到那天 头发到那12月3号 特别看你提到11439 12月3号 我说那结构 这个脉动是结束了 那个是往下 那个叠式告一个段落 11663到11439 11663到11439 12345 我说这是有效的 11663有没有 12345 那开始就反弹了 有没有 那这从1这个地方 先做一个A 那做一个B 11443 然后这边就推上来了 有没有 好 那就推上来了 推上来 这个到11月5号 这11月上礼拜 这个结构长这样 我说这个比较特殊 我说它一个转折 又上去 拉回来头 跌破那个起跌点 很多人会被这个骗了 很多人被那个骗了 想说 那个就转落了 假突破注意 我说那个是一个扩研 然后回撤扩研几点 还有机会再往上走 那个是重点 那个是这个脉洞 特别说这个脉洞 我说其实很多人 都看不清楚 我认为我们看得很清晰 看来它是一组脉洞 推动一组脉洞 暂时告个端落 完之后 它还有机会往上攻 还有机会往上攻 这上礼拜我跟你谈的 我说这个结构比较特殊 你要把它看成同一组脉洞 那其实这个 如果你不让来画怎么画 大概这等一下给你谈 这种结构 那上礼拜我就到11670 我说现在就追踪看这一段 上来有没有机会是推动 因为你自长 这个地方整理 到底其实说有机会完整 现在上礼拜我是往上推 那你先看看 它推动能不能形成 今天 今天12月9号 差不多这一段是长这样 这个11443 我说从这个地方 看有没有机会推升上来 11443 它这边有个转折 然后上去670 又拉回580 就是在这里 推到618 然后一个转折到670 又推到580 这都跌破这个起跌点 可是这个地方很多人会 误以为它要往下走又空 不是 不是哦 它这个是应该 这是一个脉洞 然后可能一个很不规则的 这个就是很不规则的一个脉洞 然后很不规则一个AMC 反正它已经拉回来重叠 这是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 那你把它视为它是一个调整形态 视为它是一个调整形态 我说它是同一组脉洞 这个 就是说你这一段 然后一个AMC的结构 这个地方 那就从580 11580 现在今天公到11699 就注意这一段 推升能不能成功 那其实结构就很清晰了 特别这样结构就很清晰 好 这边有一段上来 然后做一个不规则的ABC整理 这边又开始 开始另一组脉洞 如果说它这里有机会 开始另一组脉洞 肯定是针对这个1 2 然后开始呢 开始怎么样 3次1 3次2 3次3 这种架构 应该这个结构大概也跑不掉 那这样的话等于是这个礼拜 就有机会持续 持续怎么样 持续往上表态 那是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我说大前在后面 大前在后面 那有没有一个拉回来的一个 最后的买点 不排除 不排除 因为一般初生段出去 现在这个初生段已经结束 这个初生段长得比较特殊 我说它不规则的一个整理 这个初生段不规则的整理 就拉回来不深 没办法 不规则的整理它拉回来不深 好 那在推出去之后 这个脉洞推了还算标准 小小的 你看那初 小小的 推了 这个可能有机会 比如说拉回比较深 那其实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应对进推 它比如说它有机会 它是三之一的话 那那个三之二就是最后的买点 如果整个卖动的话 那其实这样的话怎么样 就很好操作了 实物的操作 讲到这个地方 你应该就这样 那就应该是很好应对的 这起货的部分 如果你看大盘的部分 这日线看不出来 好我们看小时线 这一段 这一段你看 一样 它这个地方推了一段 然后转折 上去拉回来 破这个 你如果这很多人 就误以为说这样就结束掉了 没有 它这个 我说它你要把它看为同一组卖动 或是说你做一个这一段 然后一个ABC规则 反正这是一组结束 推动加结束整理 那现在从这一段开始 有没有机会推另外一段出来 就是这个 特别就是这一段 580到699 那如果有的话 那下一个买点在哪个地方 其实就很清楚了 我说接下来 这个卖动 应该有机会有一个大波段可以转 有机会有一个大波段可以转 要把握住 不要怎么样 死压之嘴硬 不要方向做错 硬死不认错 这一段可能 可能会让你受伤惨重 顺势而为很重要 接下来的这个卖动 因为这个卖动如果一旦推升成功 你不能再像之前 这边整理来来回回整理 来来回回整 来来不是 那个区间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归震荡整理 有机会推动你就要小心 就要小心应对 对不对 那这一段确实 确实这个你要小心 有没有机会推动 其实那个 如果我想要往上做推动 那我就到 好那这是三自一 那是三自一的话 我拉回来三自二 万一看错 如果停损其实很短很短 那会有机会有一个大波段 会有机会有一个大波段 所以这个结构还算清晰 好不过齐全的部分 你认同理念的 怀你跟上我们脚步 因为接下来 我说接下来这个卖动 那是大纯立钢 大纯立钢 那当然在推升的过程 不是像说如果说往下跌 那个速度会比较快 其实在推升的过程呢 那个万一一个买点错失 其实它都还有 还有很多次的机会 因为它推升的过程 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 可是你要顺着那个趋势做 这是重点 等会儿你要顺着那个趋势做 它会有很多次的机会给你 往上做多的话 它会有很多次的机会给你 如果是往下做空的话 其实那个机会有时候 稍纵即逝 说实在的 速度比较快 速度比较快 可是往上在推升的过程 其实它都会给你很多次的机会 只是怎么样 你要懂得把握 等会儿你要懂得把握 期权的部分上礼拜五就给你谈到 大概整体的方向 大概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那现在这个礼拜开始 应该会慢慢慢慢的验证 会慢慢慢慢的验证 等于说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要看 有机会从这个地方开始 推另外一个脉动上来 那它持续发展 所以你看我刚刚做一张图 我画的是 就直接从推动的结构开始画了 这今天12月9号 我现在抓它 比如说从11443开始怎么样推动 怎么样推动 这个结构 因为这个结构就比较怎么样 食物的操作 食物的操作 就是要这样分析 当然大方向大方向 那个是贵大方向 你食物的操作 你细微的卖动 你怎么开始推 推了以后怎么样拉回整理 怎么样找买点 怎么样先获利出 那个就是那个细微卖动 差不多就是那个细微卖动 关键就在那个地方 通过就藏在那个细节里面 通过魔鬼就藏在那个细节里面 好 这齐齐的部分 目前整个细微的卖动 食物的操作 它那个结构很清晰 我说你跟上脚步来 这个卖动应该是有机会 有大钱可以赚 我之前讲的 大纯立钢 大纯立钢 好 这齐齐的部分 好 我说你要找到一个出色伙伴 才能帮助你看到远大红土 其实整个行情的规划 不夸我们都是几乎都规划在前面 而且整个 那个大方向当然比较简单 比如说大概是大区间震荡 可是这个像这种区间震荡 通过像这种区间震荡 这种区间震荡 其实它整个 我们的哪里也都相当的精准 你怎么样区间震荡 怎么样区间震荡 好 现在来转 有没有机会开始推动 那那个推动的形态 你也要去精准地掌握 这样才有机会赚到钱 你不要说一句话就是往上做多 没有那么简单 那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才是重点 你要什么点切入 什么点可能先获利出 然后再拉回再买或怎么样 讲很简单 反正就是趋势往上走 你真正趋势往上走 其实有时候有些人赚不到半毛钱 实务操作 实务操作才重点 实务操作才重点 好 这是齐全的部分 头发齐全的部分 认同理念的 我欢迎你跟上脚步 我说我们操作绝对是什么 有口皆卑 有口皆卑 文扎文打 进有去退 也有一句 进有去退有去 好 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那我说个股的部分 我们都一直坚持 头发我们在操作不像 说很多老师拼命每天 叫一些强势股给你 你没有那么多钱买股票 我们最多 我说各级会员最多最多 就是三档股票 最多三档 最多三档 那这种双股大概两档 单股就一档 那一定要怎么样 要架新股票 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调节换股 就维持最多最多 就是三档股票而已 最多 那当然现阶段 如果说有机会往上推动 我们一定会做满三档 一定会做满三档 然后积极地 挑一些最活泼的个股来操作 挑一些最活泼的个股来操作 我们看一张新的股票 3293的新项 3293的新项 其实这一段推得很急 推到这个地方来 它开始整理 其实这个结构 以它的那个营运动能的表现 其实我是判断 它是有机会在推动 它是有机会在推动 往上再推另外一个推升 这一组 这一组当然现在已经破线 它是整理没有问题 那整理完有没有机会在推 这一组的话 要不就是1 要不就是1加3 所以其实我来看 应该都还有机会在推 都还有机会在推 那这是周线 差不多这是周线 我们看到日线的部分 日线的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营运动能 差不多这是5.47亿 5.5亿 大概都5.5 等于是你第四季 大概有16.5亿 那你16.5亿你看 差不多这才14.8亿 这样的赚了8块多 差不多这赚了8块多 那你第四季 是不是有机会10块以上 一季 差不多我讲的是一季 那你说股价这个地方 其实虽然说也有点高 可是还相对便宜 那短线 差不多短线来看 你这个地方推下来 当然你这个可以这样看 1235段 那当然就止跌 有机会止跌 或者说你就算这一组 你就这边就12345 那也是有机会止跌 因为它这个地方 已经拉回来重跌这一区了 表示说它大概短线 已经怎么样 你先看到短线一定要止跌 或者你先看到短线一定要止跌 才有机会说 长线有没有机会攻那一段 你短线没有止跌 它就还在修正整理 你等它修正整理完结束再说 那这个已经 短线已经止跌了 那就有机会修正结束 那长线再来看 那修正结束之后 其实这个结构 看来是还有机会再推一段 是还有机会再推一段 3293的形象 那你短线你要先看止跌 有没有止跌 有它短线你不管从那边看 12345段 你这个开始弹回来 一样都已经重跌 或是从这个地方看 一样 这个地方都是怎样 那种结构是有机会止跌的 你在它小时线的部分 这最明显 你这一段拉回来 它拉回来已经都重跌这一区了 一般它会再往下跌 它大概粘住这个地方 然后再往下破 你短线先看它止跌 有了 有了再看长线 有没有机会再推动 3293的形象 所以其实我们在评估行情 评估说我们要来买进这档股票 当然你营运动能 营收货利面 这一定要先考量 我们买的股票 那个你去可以 大概仔细去查一下 我讲了每一档个股 它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都是很充沛 而且都是一路往上在成长的 大概都是一路往上在成长的 我讲了每一档个股 你可以仔细给它检视 你可以仔细给它检视 那个都事后公布出来 那个营运动能 都是很棒 都不是公布完的 那个都是事后 你要看怎么 还是都 确实整个营运动能的趋势 它是在往上 那往上的话 再看看技术面的部分 技术面当然有的涨高 它会拉回 那你再拉回 你不要动 停了以后 有机会公 你就要介入 就要介入 这是3293的形象 都不知是3293的形象 好 那之前可以谈的 我说这个8406的金壳 也是一样 他说你也是在 自己去打它出来 那个营运动能 你把它拿出来看看 确实单季都还 几乎都快四块钱了 一路有在成长上来 那这个股价 你说这种股价 其实以它的一个 这种股性的本益比 这种股价是相对比较低 那股价也在低档 那这边12345段 当然这种股性会比较慢 可是你有耐心 它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一路往上推 今天又在创高 他今天又在创高 8406的金壳 讲完以后 其实我们买得很低 买完以后 隔壁就涨到213.5 然后再来就218 然后今天 今天打到220 今天又在创高220 8406金壳 有没有 我说你这个最基本的 你这边一段 然后这边一段 那你这个整理完 这个还是不会是高点 有没有 你基本的这边一段 然后这边又一段 那整理 这个还不会是高点 8406金壳 这是看得懂的 看得懂的 而且它营运动能的 其实这种股票 就算我说之前如果 万里有那个大西坡下来 这股票其实也是不用担心 有没有 何况现在有机会往上攻 那更没有问题 好 头发那更没有问题 对不对 今天确实也还不错 也来到220 来到220 好 3324的双红 这个周性的部分之前 有跟你谈到说 这样好像还差一段 当然这个12345段 这个走啊 当然会整理嘛 那整理 那一天整理到 长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 这小直线 长成这个样子 有机会190件 低点一个A一个B压回来 这个应该还是往上走 3324的双红 有没有 3324的双红 有没有 那12345段的结构 那你看哦 完了以后 我说你买的那个买点 那买点不要去追高 你买的低啊 其实你买的低啊 头发你买的低啊 它就拉出去 你都已经怎么样 其实我们几乎每一档客户 都在获利虚报 都在获利虚报 你就买的低呢 它就往上推上去 就往上推上去 你就已经大概先拉开怎么样 先拉开成本区了 我说你要买它起长点 这一天的 之前一天我们买的 12月4号 12月4号买的 买的隔天就拉了 拉221.5啦 那个就怎么样 先暂时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嘛 那就慢慢上来 221.5对不对 然后到227上礼拜 今天最高位来 229 今天到229 当然这个 它在推这个过程 它会涨一段拉回 涨一段拉回 可是那个趋势 那个方向很重要 头发这日线 你能不能看 它是不是有点 有没有 它这你看 有些看传统图形 类似一个小头尖底的嘛 右尖左尖的嘛 有没有 推出去的嘛 这是日线啦 你看这个小时线 这个结构 有没有 更明显的嘛 这底部 然后一个这左尖 这个右尖嘛 是不是推出去了 那我们是买在这个地方 是买在这个地方 它推出去嘛 有没有 那当然这个推一段 它会拉回 拉回再推 3324的双红 那结构 结构 重点是那个长线的结构 那个长线的结构 是不是推完了 如果说它是推完了 那也许只有一个VIPO反弹 那你要做VIPO反弹 你要看那个幅度大不大 如果幅度不大 那就不要做了 它还有机会过高的 第五段的 那就有比较想象空间 也许不是只有VIPO反弹 那另外一段推出去 对不对 那就是比较大的卖动了 当然我们会建议挑说 它还没走完的 不是说1235破 然后A 然后反弹做一个V 不是 123而已 拉回来是 那个5还有机会过高那一种 当然是比较首选 对不对 重点是那个拉回来 那个拉回来 那个timing很重要 你今天如果说双红 你在这个地方太提早买 你这个地方 拉回来就拼命买 买了以后你看 这套了一个多月 那一个多月你就 这资金都动弹不得了 而且还心情很差 这一个多月都 比如说你马上这一根 你这一个多月都在那边套 当然现在解套了 可是这个月你会很辛苦 看盘会没心情 如果是你获利续报 看盘那个就心情就比较轻松 套住的等解套 那个心情就很屋住了 所以这个一来一回差很多 那个timing 他们说那个timing很重要 那个timing很重要 这是3324的双红 3324的双红 今天也在冲高 3105的五帽 那我说这边1 2我标了 我没有标345 他有机会说3-1 3-2 3-3 3-4 3-4 3-5 那这个地方280 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 临界的 我们就是在最临界那一天 12月4号去介入的 目前看来是也不错 3105的文帽 那如果说他3-1 3-2 3-3 3-4 3-4 3-4 3-5 那就还不得了 有没有 买完它隔离到295.5 这个时候我们12月4号买 12月5号都大涨 今天又到296 一样差不多3105帽 当然这个底部当然要给他一点时间 给他一点时间 那我说他这个比较有机会说 ABC X ABC 七段的 只有七段 只有七段的整理 那就我们几乎就会去买在怎么样 相对几乎是很低的那种价区 其实那种价区一般人不太会去买 就像这里 我们就买这个 这个的话你要连续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第五根黑棒 全部都是黑棒 第五根黑棒你怎么会懂得去介入 重点是在那里 重点我说在那个临界 就在那个临界 那我在那个临界我要去买 那果然目前看来是买在最低点 目前啦 目前看来 对不对 好这3105的文帽 今天也不错 来296 好来296 3217的优群12月5号买的 我说这个地方 当然之前跟你说 另外一段推出去的嘛 好那不管 那推出去他懂得会拉回 这种股票你不要用追的 我说你拉回来要懂得买 他这边推了一段拉回来 我说这拉回来这个二呢 可以去买他嘛 他应该还有机会 他有机会供买 有没有 所以你看哦 那天买的也很漂亮 12月5号买完 6号小涨了 小涨 今天就涨得不错 达70块 3217的优群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介入的点位 你看已经跟你讲了这几档 都是现在进行式 那切入的点位是不是都很漂亮 3217的优群 你看啊 一个小红棒就跳出来了 有没有 那买在那一个黑棒 这个黑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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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棒的几乎最低的 几买在那最低的 那他拉两根了嘛 也还不错 头部也还不错 3217的优群嘛 对不对 那这个营运动呢 我已经叙述过很多次了 那营运动呢 不会马上改变啦 之前就这样 现在也都这样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 你那个买点的问题 你怎么去切入 同一档股票 你怎么去操作 怎么切入 你同案这档股票 很多人买 每次都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的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就一路有在做了 3217的优群 3217的优群 好 这个地方 对今天还不错 还不错 好 5457的宣德 我说这个地方 11月26号 另外一段推动上来 有没有 哇那推上来就74.5 亮灯81.9 恭喜续报 然后接下来84.8 这个地方 今天就要创高 89.9 那这个5457的宣德 他这一段推出去 大概现在长这样 那现在又从这个 又推了一段 又开始又推了一段 这跟大盘很像 同说这个跟大盘很像 那也怎么样 也一样 同说也一样 不必刻意去追高 他都会拉回来 那你拉回来 你要懂得怎么样 懂得布局 要懂得布局 然后5457的宣德 5457的宣德 有没有 对不对 好 那我说这个茂林 我说是不是要休息 那时候11月25号 这个地方亮灯 亮灯有没有 然后冲到134的宣德 冲到134的时候 我说他要休息 你不要急了 要休息了 有没有 这种结构要休息 这种结构 小时线这种结构 他今天打到 今天打到114 你该休息就要休息 那下一个买点 你要再等 要再等 其他的时间不太够 我就不太赘述 我说个股的部分一样 一定要坚持 坚持这样中规中矩的操作 坚持这样中规中 精选要精简 精简要精选 这样才可以真正是赢家 你认同理念的 欢迎跟上脚步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股市的起跑点 知情车线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 有钱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起步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 我们在这里啦 今日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货电02 27810909 27810909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各位大家节目下 特别有这个地方 十月六号生也谈到说 它开始整理 那最后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当时目前 目前是主张 主张它有机会是 往上市推动的一个形态 那当然就持续追踪 这个推动的细微的脉动 结构目前很清晰 这一段有大前转 可不可以跟上脚步来 有大前转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盛平铺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投顾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获电022-27810909 27810909 第3章 这两条 阿年儿 你还这招诬咤 好 我是在抓慧璇啦 你看 欧位他儿子选立委 他到处拜票还送你咧 那你要怎么抓 我用手机啊 我把他慧璇的行为拍下来 把证据交给警察 要是检举成功 还有奖金咧 我要用這筆錢來去環遊世界 你在幹什麼 我也有手機 我也要拍照檢舉啊 蛤 幹嘛跟我搶啦 手機收證 全民反饋 台北地檢署關心您